老头非要给男孩算命 沿他将来必当县令 并算出他第二年限考同生 得十四名 辅考第七十一名 提学考则是第九名 不曾像来年的考试全都应验 就连名次都一模一样 后来孔先生又为他习惯 某年应考第级 某年当贡 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爷 还算出他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 当寿终正解 而且这一生也无子四 自此以后繁育考将 每次名数的先后都不出孔先生定算 从此他日益相见 人生在世 进退早有命数 所以他万念俱灰淡然无求 卢孔先生所言这年 他考上了贡胜 可他既已知命数早定 便开始了摆烂 在国学院整日不读书 也不撰文 只是这样待坐着混日子 后被国学院赶回了老家 元皇离京后 游山玩水并未回家 而是来到七峡山拜访云谷禅室 二人对坐一室 三昼夜未曾明目 这天云谷禅室不禅夸奖元皇 我与施主对坐三天三夜 却不见你起一个妄念 古今之人少有 元皇叹息道 我平生命运早已被人算定 荣辱生死皆有定数 就算我要妄想却无妄可想 我以为你是一个豪杰 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 元皇追问此言何意 才是说你二十年来被人算定 却从未想过 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唯有平凡之人 才会被定数所束缚 而极善之人 数就居他不定 你二十年不曾转动一丝一毫 这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 难道这命中定数 是可以逃得过的吗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我们佛教经典当中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长寿得长寿 这些都是事实 妄语是佛家的大戒 诸佛菩萨 怎么会说假话去欺骗人呢 可是 孟子曰 求则得之 功名富贵 乃身外之物 如何求得到呢 禅师说孟子之言没有错 只是你错解了 六祖会能在谭经中所说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同 只要能回头向内心里面去求 内心有感 外面自然有应 此乃立命之血 发自内心的行善既得 包容别人的过失福报自然来 命运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禅师送给元皇后后的功过格 让他带回去以此修行 每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善则技术点上红点 过则退出打个叉号 比如一天中做了十件善事 也做了九件恶事 石口吊酒就剩下一善 如此记录累积善行 元皇被禅师玷污 1965年改名了凡 十年三十五岁 最初了凡做了很多善事 但目的不纯带有功利性 如此便不是发自内心的做善事 要不就是做了错事 把善事给抵消了 他都会反省修改 一年到头却发现没做几件善事 大好光阴全都被虚度了 看来发自内心的做善事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此了凡终日经经如履薄冰 通过格上的红点越来越多 如今再有人嫉妒或者诋毁他 了凡也能够从容面对 很快孔先生的命述就开始不灵验了 本来他被算定科考第三 但他却考了第一名 而邱维也考中了举人 孔先生算他没有子嗣 而他和夫人却生了两个儿子 又过了三年 了凡已累积了三千件善行 他又祈愿求众近世 并许行善事一万条 第二年果然近世极地 这时的了凡已经52岁 朝廷提拔他做了县令 上任后了凡植树造林修缮河地 水患承载百姓连年欠收 了凡便上报朝廷为灾民减税 可自从他做了县令 整日忙于公务 不像在家乡时 或买放生命或铺桥修路 这一万条善事 却不知何时才能够完成 此时了凡也多有愁容 不料当夜他却做了一个梦 梦里天神说 了凡祈愿的一万条善行 早已经完成了 只减税这一项 就顶得了几万件善行 孔先生算他53岁寿终正寂 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祈求长寿 可那年他竟安然度过 再次打破了命数 又过了16年 了凡已69岁 如今孙满堂生活美满 了凡认为 命运是可以靠行善积德去改变的 这年他将自己的经历 写成了书传给后人 就是著名的了凡四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